鐵工廠推出的城市指揮官 還要是一個最終決戰版本 這次的內容相當豐富 所以這條影片都會比較長 只說這把槍都已經有幾個玩法 分拆出來後就有一把小槍 其次就有一把大槍 將它的位置重新分配、調配 再組合就可以組成一把大槍 對應花在掌心 這把卡槍的位置重新分配 如果你有看IDW漫畫 對安帕斯這個角色一定不會陌生 它是一個獨立變形的角色 其次亦可以與馬格斯合體 雖然它是小小隻 但它的活動能力也是不錯 而且它是我們可以觸碰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把小狀況 轉到小狀況 然後再組合 再組合,再組合 一把小狀況 整個小狀況 這把小狀況 都可以做出一把小狀況 再組合、繞合,再組合 現在先玩一下變形, 變成了一輛車 變形很簡單, 不會太複雜 手臂背對手臂背, 一粒一凸, 對好位置, 卡住 塞關節, 用了一個雙關節來處理製作 把小腿屈成S型, 退上去便可以了 然後, 我想說的, 最近玩這些變形玩具 很多都用了這種設計 是近來, 以前當然也有 安柏斯的尺寸小, 尺寸小 這雙關節亦有點緊 麻煩大家小心玩, 慢慢移動, 移動, 移動 不要太大力, 否則我怕你們會弄壞 它和漫畫的造型有多少出入 不過這個尺寸就差不多了 小機槍就插位車頂中間的位置 然後, 開手的位置, 放在兩隻的中間 扣緊 然後, 玩主菜 大家都期待了很久, 試試可動 馬格斯的頭部, 採用了透光元件 在後腦 好級別的角色, 都是牙手牙腳 活動能力, 可以說是有限公司 再說, 敢玩得馬格斯 我相信你都不止玩過一隻 一定有體驗過那些大隻馬格斯 是有多不動得 但都已經叫做高可動 鐵工廠對於馬格斯的樂足心思 它的活動能力真的相當不錯 在這部分, 我們將安排斯變成核心 當然, 我們認知 它變成駕駛者 跳進去便穿起馬格斯的裝甲 步驟方面也是很簡單 只需要將它的載具模式稍微變少許 再對上小腿駕駛的位置 兩人是很簡單的 要對上小腿的階段 間歇著中和小腿的位置 吸進去 跌頭中央位置 空間只不過是剛剛好 所以大家要左右移動一下 對正位置才好放入核心 現在將它變成大型運輸車 首先跟大家說 這次馬格斯的車頭和車身 是不可以分開的 它們是一體連成連著的 這裡就將車頭拉起 拉到空部 車頭拉出軌面罩 推到車頭前面 拉出軌面罩 底部有一個滑動結構 我們將車頭左右兩邊 推到中央的位置 然後將車頭拉緊 將兩邊的肩膀鬆開打開一點 再將車頭拉出軌面罩 在空下近幅 紅色的位置 將車頭拉出軌面罩 又將車頭拉出軌面罩 又將車頭拉出軌面罩 在空間上 這麼多的地方 向你保護 對天吼 在空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脚掌的摺地关节拉下来,然后可以在旁边转出一绿 然后可以把脚关起来 把脚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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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修飾着,就是跟车尾连接 把脚关起来 这里是把脚关起来 把脚关起来 把整個飛彈甲, 轉向前方扣好 直到最後大直路, 終點的階段 轉向前方扣好 戰車模式已經完成了 然後就想說這個安拍師也可以在載具模式做一個安裝 載具模式略有不同, 把腳掌拉到車底 方向就是車頭對車頭 還有, 把前輪轉到中間的位置 最正確的方法當然是打開兩邊的肩膀手臂 才放安拍師內, 只不過我自己懶罰 我只打開一邊, 少少卡卡卡, 就這樣放進去 我自己就可以了 最後將大炮放在膝蓋上, 安裝好 整個馬格斯真心說一句 好得, 真的好得 尤其這對耳朵令我想起那些迪士尼卡通人物 是一個挺令我歡喜的作品 是真的 整體來說, 整件事都是一件賞心樂事 玩得相當之流暢開心 由可動到造型, 甚至整個構思 我覺得相當之優秀 這個炮台又是那句 如果你有看漫畫, 就知道這個炮台 是讓一個角色坐在上面的 不過我現在看這個尺寸 似乎鐵工廠未必會為那個角色推出作品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或是可以和Darkon 稍為交換一下 坐上去也會比較好 不少人都說鐵工廠的作品 就是小變形, 不是變形 甚至乎不覺得它是變形 這次馬格斯就夠大大隻隻了 有足夠的空間和技術性 去融立鐵工廠的風格 所以這次的變形 真的可以說到完全變形 角色體積這麼大 自然可以增加更多的創作空間 以及容納更多的零件 像旁邊的飛彈 如果以過往鐵工廠 小小的來出 就應該沒有蓋 以及直接做一件過的飛彈就算了 來到這個三點零時代 鐵工廠 將馬格斯放在武士系列裡面 來到現在才做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鐵工廠 無論設計或工藝技術的水平 已經達到足夠應付現在這個生產情況 需要更多細節或描述的武士系列 亦是相當合理的 在這裏 多謝你們收看我的Review 我是Stanley 我們下一次Review片 再見 拜拜 至少